在8月15日朝鲜解放第五周年纪念日前 拿下普山解放全朝鲜 抱着如此信念 疲惫不堪的北朝鲜军在全县发动了疯狂的攻势 8月5日 北朝鲜第五师率先动手 自赢德南下进攻普香 南朝鲜第三师抵挡不住向南溃退 北军第十二师也是经山道绕心普香 意图为剑南朝鲜第三师 但是攻势终究还是被美军舰队的林立舰炮 以及空军轰炸所化解 但是北朝鲜军的两部就躲在普香周围的山里 不肯走 也是不肯放过南军第三师跑路 就这么耗着 8月6日 北朝鲜第十三第一师开始在落洞里强度落洞江 迎面击退南朝鲜第一师守核部队 8月7日 北朝鲜第十五师经山山渡河 南朝鲜所部两个师是大惊失色 担心被包抄 当下是丢弃当面阵地 南奔数十公里 退至幽鹤山一线 身处美国人画出的釜山防御区外面的南朝鲜军 看来是不太满意 一心想要退进圈里 大丘西层面 北上军两个师开始配合北面友军在正面发动进攻 只数天时间 美军总部大丘就有被围的风险 当一颗炮弹在大丘附近爆炸的时候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还没晃 南朝鲜即开始了第二次迁度 驱往釜山 冷眼看着南朝鲜官员仓皇上车南去 军官层面 基本有二战精力的美军继续组织防御 担任防御主力的骑士 自窝管岩浆向南 铺开了四十公里直线的防御面 以营卫单位 烟枪部署 但是因为缺变 每个团只有两个营 而且空出一个营 留在大丘作为预备队 故此 余下五个营 各担任约八公里的防御面 8月9日凌晨三点 北朝鲜第三师 与窝馆南侧 集结渡河 全师三团 以七团为先锋抢渡 渡河很顺利 北军第七团渡河之后 暂时休息 半个时辰之后 北军第三师主力 第八第九团 开始渡河 但是悲剧发生了 照明但是从天而降 将整个河谷照得如同白昼 在迫击炮 流炮 机枪的轰鸣 撕裂声中 洛东将 为鲜血染红 北军不知道 美军起义时 在北军先头地气端渡河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他们 当即是开始运作火炮 对准这里 一直在等待北军大部队的渡河 聚河守志 基地半渡 这样一来 本就只云下五千人的北军第三师 主力尽损 东岸 余下七百五十人的第七团 眼睁睁的目睹了施主力的毁灭 日出前四十五分钟 该部登上附近一处高地 金武峰 彻底的是成了孤军 天明 美军沿岸榴弹炮阵地 迫弃炮阵地 大丘榴弹炮阵地 将炮口对准了金武峰 第五航空队的飞机也过来了 不间断的轰炸开始 一日 七十大丘域部队 第七骑兵团地应开进攻 但是 因为士兵抱怨天气太热 自己会中暑 美军是再次进行火炮航空轰炸 水凉断绝的第七团 一度试图冲下山去进攻大丘 要同归于尽 但是军搞失败 三天之后 8月12日 美军上到几乎被炸平的金武峰 收拾 北军750人 既无幸存 原定辅助第三师进攻之后方新边第十师 他们的渡河地点 是在大丘西南32公里处的高岭 目标为进攻青岛 切断大丘至釜山的交通 配合第三师的行动 但是 现在的第三师 只剩下不到2000人 不过 第十师的任务 并没有取消 甚至就连第三师 也要继续进攻 自8月12日 开始数日 第十师 自旋风西侧渡河 这支部队 与美国空军火炮打击下 一次次发动了 近乎不要命的突射 麸下担任主攻的25 二儿气团 居然是付出了1500人伤亡的代价 部队损失进半后 还在冲锋 鲜血 再度染红了 落冬将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美军在探头 北朝鲜 上校团长的尸体身上 搜到了这封文件 同志们 占领大丘的关键 首先在于 本师能否渡过落冬将 祖国三千万同胞的眼镜 正在注视着你们渡河 我们宣誓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付出多大牺牲 都要拼命的忍受 尽诱全力 成功的渡过落冬将 这样的声音 似乎在每一个北朝鲜兵的脑海中回荡着 8月13日凌晨 仅剩两千人的北军第三师残步 与窝馆北侧 八公里出渡河 驻守该地之 南朝鲜第一师一步 被惊走 北朝鲜第三师 十五师 第一师 十三师 自以游客山至多佛洞 依次排开 转变了思路 开始想以南朝鲜军为突破口 自山区进攻大丘 那么他们会如愿吗 战局的推动是全面的 现在我们需要将视线转到东线战场 这一片宽约80公里的区域 只有两条公路 即东海岸公路 以及驿城之永川公路 当阵面 北军三个师 新编着第八师 负责进攻驿城 打通之永川的公路 但是暂时没有进闪 而第五师 则是配合翻山过来的十二师 包围住了守卫浦象的南朝鲜第三师 目前南朝鲜第三师 正在一艘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 组成的美军舰队志愿下顽抗着 他们本也不相守 但是因为美军第五航空队的基地 炎日机场 就在其的屁股后面 这才不得不被美军逼在这里 这还是8月13日 炎日空军基地司令 表示自己现在很慌 带着飞机喂爆先撞 先行跑路啊 造成了既定事实 得知这情况的美国第八级端军司令 沃克 有些目瞪口呆 但没办法 这才给南朝鲜第三师啊 来了一次 捕像版 敦卡尔高塔车退 为了捕上这个窟窿啊 美军先上舰炮 把捕像炸了个稀巴烂 再调异城镇南产首都使过来 而北军方面 由于被美军炸的伤亡过大呀 可而考虑 是不是要继续沿着海岸线突进了 现在啊 退至飞河山周围进行整变 而东线的战士就这样告一段落 在南面25步兵时得到增援之后 美军24师的主要防御点呢 为灵山西侧的落东江突出部 当面之地 为剩下5000人的北朝鲜第40 自身呢 于9700人 目前呢 该师徽下三个团部属下 令21团配置在判断为北山军主攻方向的昌宁正面 34团在灵山正面组织防御 19团作为预备队配置在昌宁 另外啊 有一个跟着他跑过来的南产十一团配置在玄丰正面 拦住落东江至青道隧道的山口 为了更好的布置阵地啊 24步兵师呢 将江东约30万军兵给驱散了 不从规定的地狱撤离 就要当做敌人一样枪杀 而面对江西岸 约10万难民渡江东来 美军是展开了弹幕射击啊 阻止了这行为 目的是为担心北朝鲜游击队混入其中 虽然人数有对方的两倍 但是啊 被北军第40一路追了几百公里的美军24时啊 依旧是在不断的呼叫支援 但是呢 却没有得到回应 因为啊 美军此时面对当下战军制定了一个计划 该计划呀 旨在一举解决大丘 临山的危机 逆转第八极端舰的颓势 这便是基恩作战 以马山聚集超过2.4万人制 美军25时战斗军向近周方向突进 一面击破呀 仅剩7000人制 北军第六师 一转攻势 以绝对人数装备优势 击破当面之敌 然后啊 是向右转突进 直击北军侧背 完美啊 那还等什么呀 进攻呀 8月7日 美军发动进攻 但是过程是相当不顺利啊 美军的机器化部队 在晋州至马山的山里 和北军第六师 展开了那种有利使不上的基战 8月11日 美军三路并进 好不容易啊 是占领了五村里四川 中路呢 也已经推进到晋州山口 他们呢 在等待后续炮兵部队的赶到 发起总攻 但是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美军三个野战炮兵营和后勤部队啊 行至后方谷地 喊沙声响起啊 在资本阵营的资料当中 这场谷地激战 美军炮兵啊 是出现了很多英勇的战斗故事 但是 还是无法改变 在北军第六师部队的袭击下 第五五 第九十野战炮兵被监 第19五野战炮兵 遭重创的事实 虽然呢 北军兵力不足以吃掉这枕美军 但事实上啊 失去了炮兵的美军二十五师战斗军 士气 战力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基恩作战 已经是宣告破灭 当下呀 该部留下一支部队 与北京对峙的同时 开始抽掉主力 成为救火队 填釜山防御圈的窟窿 球员的电话 实在太多呀 可不能陷在这里 比如说呀 灵山 北军第四师啊 已经发动进攻 美军二十四师这边呢 已经有些坚持不住的样子 在一直打电话球员呢 还有啊 大秋北面的南产军 也快顶不住了 啊 完成这波交易呢 官史军呢 可算是掉了不少头发 昨天 前天 都差不多是两点多才睡啊 官史军呢 这种复盘视频呢 工作量还是太大呀 整理 校对资料 查地图 量地图 划定 新军路线 A1后期 剪辑配音字幕 哎呀 确实快干爆了 不过呢 质量方面 大家是可以放心 我就算是不发 也不会拿励志食品 冲述 立下做出可供大家 当资料参考的 朝鲜战争战史 这个目标啊 我自不会白说 不过呢 下一次 可得好好准备一下 不然呢 还真就顶不住 大家伙的热情 那好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 下回分解